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存在了 我们都知道美国不单单把退休的这些军人派到了台湾岛内进行观摩 进行这种辅导 更多的现役作战部队已经进来了 比方说去年夏天我们看到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专门发了视频 就显示美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在跟台军进行特种作战演习 那么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包括在雷达基地有美国兵在里边负责协调 那么最近又透出来台湾的士兵抱怨 说在一块吃住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兵可以吃到鲜牛奶 但是台湾的兵只能喝奶粉 所以这些应该说美国已经进来了 日本肯定也会尾随其后 那么现在可能派现役的自卫队到台湾岛内还不太可能或者不敢 但是他可以派一些退下来的自卫队的军官或者是士兵 到这里进行交流 进行辅导 进行观摩 接着读的军官 稍候 不 香港 市本